好,那之後就講一下第四世代 現在也有的,沒有黑鷹 只不過這隻看起來比較肥 下個就是比較鳥草 也隨便選蠍蠍一點 就是這個不良話 蠍子,現在也有蠍子 然後這個艾露雷朵 我跟現在的艾露雷朵有點不同 他站的動作不太相似 下個,雙尾怪獸 都同意 這隻,大家都知道什麼 這隻陰式術,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陰式術很肥 肥版陰式術 不知道是否因為被削弱了 所以特地減掉他的身形 然後減掉他的能力 原本他可能是很厲害的 突然間被削弱了 真可憐 下個就看到鬼龍 鬼龍 由現在你看到的版本 還有應該初過就是阻礙過這隻 那阻礙過這隻 原本應該是一隻綠腿的精靈 跟現在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外形上都很大分別 跟現在比 是很大分別的 下個洗衣機 這隻應該是洗衣機 這隻洗衣機 其實反而 我覺得這隻洗衣機 比現在那些更好看 不過可能 有機會是新鮮感 因為你看那些新的精靈 你會覺得 這隻好像比較好看 好,下個 下個這隻 一看舌頭已經知道 大舌頭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大舌頭是再進化 大舌頭 他這個進化 其實看起來 其實都不像原本的外形 因為 你Pokemon進化 其實我覺得 你進化了 你應該都要有它原本的外形 好 那我看了一看 大舌頭的原形 其實是根據一些色役 但這隻 其實感覺 有點不太像色役 有一點不太像色役 好 下個了 洗衣機 都是洗衣機 只不過是色役型態 跟現在的色役是一模一樣的 下個 就是銀行團 NPC的衣著 為什麼NPC衣著 下面的衣著 會這麼好看 強烈要求要新增這個 不過也有 有些原因就是 想有些造型 多一點 上面那個 其實現在都有看到 只不過可能衣著上不同 下面應該都是上面那個 下面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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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下面那個 衣著不同 好 這隻就是大部分 一些 精靈的樣貌 一些應該廢棄了 也有些改良了 更改了 這隻的貓 這個是什麼 臭油坦克 這個臭油坦克 這個臭油坦克 反而太有狼的味道 不像油 像狼狗的感覺 接著這個 雪米 很多 很多棵花在頭上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 接著這個 烏蛙頭頭 挺相似的 這個 馬努拉 一樣 這個 除草機 和EI一模一樣 這個雪櫃 一模一樣 也是 天蠍王 龍王 不是 龍王傑 波道之控者 尼奧露 盧卡尼奧 接著還有沒有 這隻 惡夢神 你看到這四隻 就是現在的樣貌 這個 這個 其實看起來像人形 這個人形 其實像現在 朱子那隻 紅色那隻 蒼鹽印鬼 那兩隻 其實那兩隻 挺像的 好 下一個 這個 還有櫻花兒 櫻花寶 沒什麼特別 這裡就是一些 御三家 不是御三家 是敬敵 或者主角的樣貌 一些NPC的樣貌 哇 這個為什麼這麼漂亮 哈哈 為什麼漂亮這麼多 比較真實 接著 這些就是 有些廢棄的NPC模樣 這裡 這個阿束 是不是阿束 然後這個 蟲是那個 然後這個 普通是那個 普通是 這個鬼屬 這個鋼屬 這個格鬥 這個 這個狼 對 然後1 2 3 4 5 6 7 排下去 這個是硬硬 四天王 對 四天王 1 2 3 4 5 對 為什麼這裡會出現 會不會是 當時第四代 已經是打算 將地圖延伸下去 會有機會呢 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 不過其實第三代 已經不是這樣的打算 不過它有開到兩個版本 一個火紅 一個風圓 OK 但是就被人刮了這些圖 你神老 就不應該會有這些圖 不應該會有這些圖 可能是 真的有打算 將第四世代的 舊世代的管珠 放進去 都不奇怪 馬努拉 剛才看了 路卡 龍王傑 噩夢神 好 這一部分 就是有些 我以前流出的時候 都講解過 可能第一二代 金銀版 有什麼廢棄方案 這些有部分 你已經 不會看到 因為已經是舊的 OK 直接跳去看最新的 這裡 就是 珍珠鑽石的 精靈 這部分 大家都看過 但是下面這部分 應該是沒有什麼 看過 由第兩隻 你已經沒有什麼看過 這個是土台龜 土台龜 跟現在都很大程度上不同 這是企鵝 然後這個 貓 這個 頭蓋龍 頭鎚龍 頭鎚龍 這個頭鎚龍 你看到 很大分別 不知道為什麼 進化了 然後 站的外形都不同了 就已經不是這個形態 跟現在比 然後一個 三蜜蜂 這個三蜜蜂 比較醜 這個三蜜蜂 這裡都見過了 就是這個 海兔獸 再加夢妖 烏鴉頭頭 臭油彈 黑 跟著這個 鋼盆哉 鬼盆哉 然後這個 這個 其實你看他的樣子 你大概都會猜到 這個就是 烈亞綠莎 不過這個烈亞綠莎 就比較奇怪 由第一代 你已經看到 他已經奇怪怪了 這個樣子 好像只有頭 他好像只有頭 然後中間的形態 就開始變大 中間跟第三形態 我覺得都合理 第一個形態就太不合理了 好 然後這個 河馬 河馬獸 你看到進化 然後這個 就是 暴凝草 暴凝草 你看到他 抽象的畫風 是 然後這隻 就是那條魚 這隻 螢光魚 然後暴雪王 暴雪王 這個就比較 比較像現實 現實 還有 有點外國風格 這隻 雪崩怪 好 這個就是大獅怪 大獅頭 大獅頭 盡化 忘記叫什麼名字 然後這個 波克基斯 波克基斯 看他身上的圖案就知道 波克基斯 不過就 很奇怪 這個 蜻蜓 那隻叫什麼鬼 羊羊馬進化 3D龍 然後巨型朝不備 這個什麼鬼 電鬼 這個應該是電鬼 這個應該是電鬼 我猜是 這個三聖菇 這個就是火鋼 這個就是火鋼 這個是普通 神柱 神柱 這個是鬼龍 這個應該是鬼龍 這裡沒有 帝牙路卡 和帕路奇亞 美夢神 惡夢神 雪米 這隻 亞爾宙斯 這隻是亞爾宙斯 創造精靈的亞爾宙斯神 OK 珍珠鑽石就只有這麼多 第四世代 接著我們看下一個世代 好 下一個世代 就是噴池熊 你看到 就已經看到了 不過這個噴池熊 也是不夠可愛 不極熊 這個動元熊 和現在比 都相似 都有點相似 只不過可能身形上有點不同 噢 導電飛鼠 電飛鼠 電飛鼠 比加超 的樣子 就 後來就改小一點 改小一點 泥巴魚 哈哈 這隻泥巴魚 這隻泥巴魚 其實感覺上 和EA那隻 比EA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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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誰 這個不知道是誰 這個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 類似地面屬性的精靈 類似斑吉拉那樣 但不會是斑吉拉的 好 這隻就是 雙虎龍 虎牙龍 虎牙龍 這個不知道是誰 這個不知道是誰 感覺 沒有一隻寵有緣 用這個外形 不知道是誰 哦 這個是黑白的火珠 但是配色就有點奇怪 奇怪配色 好 閃除王 不過 這個樣貌也是不行 三頭龍 你看到這個是三頭龍 一定是 因為你看到是三個頭 三個頭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下身 超龐大 超大 超瓦 超瓦 這個就是 雙頭龍 雙頭龍 比克提尼 就是V 這個樣貌 跟現在的樣貌差不多 這個炮 浮炮 那隻的我屬性炮 這個很可愛 這個是冷水猿 冷水猿 你看到的樣貌 有點像火影忍者的主角 明媛 有點相似 然後這個火系 這個火系 也是很過人 這個火系 它有不同的形態 因為你看一下 黑白 他們三個都是同一個 同一個身形 同一個樣貌 只不過是有點不同 就是可能 水屬有一些藍色 然後火屬有一些紅色 但是我反而覺得 這個版本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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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這個 就不知道什麼 現在也不知道什麼 感覺像是 修健老爵 第一隻 這個也像是修健老爵 搬東西 勞工 搬東西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 我不知道什麼 但我感覺有點像是 這隻的進化 但是感覺好像是一隻神獸 因為他踩了一個雲 黑白有土地雲 土地雲 雷電雲 就不知道 然後這個呢 你看到它 好像蟲系 但是黑白 沒有這樣的蟲系 但是看到它這個動作 我就大概猜到 應該是 就是 魅羅艾塔 就是這個 魅羅梅塔 這個唱歌的神 唱歌神 這個就 應該是 冰龍 現在的冰龍 就 有點像遊戲王 這隻龍 遊戲王 這個 這個應該是土地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是一個人 你看到一個人形 其實土地雲也是一個人 只不過這個人 更加 更加現實 更加真實人形 但是土地雲 現在 那隻土地雲 就比較卡通一點 好 這個就沒有什麼特別 UFO那個人 UFO人 接著 三隻的 鋼是那三隻的守護者 是不是叫做守護者 羊 接著 鋼是這隻 然後這隻 牛 好像是 牛羊綠 沒有幾錯 接著 這些就是一些管主的外型 管主外型 原本是這個管主 後來改了 然後這個就是鋼 是這個 躺在這裡 這個就是科豆 測試版本 對 因為人形 應該是雷電雲 其中一些 這個就是 敬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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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就是蟲鋼 忘記這隻叫什麼 好 有部分的圖 都有顯示出來 就是三頭龍 這個就是剛才的 嘩 這個是佐羅亞克 這隻佐羅亞克 這麼過癮 這個是佐羅亞克 這個是藤藤射 哈哈 這個藤藤射 這麼奇怪 最大的那隻 為什麼好像這麼擠 這樣 頭伸不出來 嘩 野蠻鯪魚 野蠻鯪魚 這隻就是那隻 寄居鞋 接著有兩隻神獸 一隻 白龍 白火龍 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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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較醜 老實說 這兩隻就是剛才所說的 一隻就是肥的形態 一隻就是瘦的形態 但是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三隻 都是同樣的身形 同樣的動作 只不過在外觀上 有點不同 好 下一個 這一個就是 那隻 蚊褲射 那隻 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隻 這隻 這隻是哪個 我也不知道這隻是哪個 應該是廢棄了 然後又沒有再用 閃脫王 閃脫王 接著這一個就是 那隻 盔甲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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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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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不是奧運 你會黑白的嗎 原來是黑白的時候出現的 這個就是那隻 這隻的化石料 這隻 就 沒什麼特別 跟現在的顏色 各方面都很相似 接著 之後就是這隻海龜 也是化石的 好了 還有沒有下一張 沒有了 已經 之後還有第六世代 不過第六世代比較少 還有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專業 都有不斷流出一些情報 而第六世代 剛好就是這一兩天流出的 那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 XY的鎖匙 鎖匙圈 沒有什麼特別 跟EA其實都很相似 好 那這隻就是 這隻的鷹人 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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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隻鷹人更好看 比EA的顏色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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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暴龍 這個暴龍 跟EA比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模一樣 這隻 那時候完全沒有人知道的一隻鎖匙 沒有人知道一隻鎖匙 是後來才出的 就是這隻火水的神獸 火水的神獸 那時候 剛剛出了XY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有這隻神獸 後來不知何時開始 就有人說 其實還有一隻神獸還未出 後來才知道 下一個是甚麼呢 有一個神奇的 神奇的 要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 某一隻重的種族席 下面這裡 有寫 這裡有寫種族席 你看到平均 其實下面的三個很優秀 下面的三個很優秀 特攻特防速度 超優秀 在第六世代來說 這個種族席 其實都很強勢 除了血量 防禦比較低之外 但是這隻重是沒有人用的 是很少人用的 這隻是哪隻呢 給大家看看 這隻就是 Mega進化的迷順者 Mega進化迷順者 你看到是確認在XY 但被人剷除了 在XY裡面 他有魔法防守 這個應該是魔法防守吧 但是這個種族席 這麼強 唉 真可惜 這個老婆沒辦法出現 好 那之後呢 就看看一些雜巷的東西 這個呢 就是心甘的一個畫面 你看到心甘下面的畫面 就是跟EA比 我想這個比較好看 但現在看完這個呢 也挺新鮮的 也挺新鮮的 沒看到那個界面也挺有趣的 那下一個就是這隻 這隻不知哪個世代 總之就是找了這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也挺有趣的 就是關於這個Pokemon 的一個設定 這裡呢 就是有說到 現在Pokemon 是一個怎樣的構造 這個世界 這個環境 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對於這個Pokemon 的神 都不太了解 大家要有興趣Pokemon 的話呢 可以自己停下來看看 我可以簡單說一下的呢 就是 中間最特別 就是 站在中間 就是最重要的那隻 就是 艾爾宗斯 你看到 艾爾宗斯 跟著呢 艾爾宗斯對落的 有幾隻 對落有幾隻 可能是這個 空間神 跟著 時間神 還有三隻 三聖菇 三聖菇之後呢 就是這個 掌管這個環境 就是這個 綠地 還有這個 海洋 這個 古拉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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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斷維持著這個Pokemon 的世界 的構造 不會特別的 有空再說 這個太長了 我自己都沒有記到 OK 在最後呢 都有一些重要的情報流出 Game Freak 已經是開發 第十世代 不知道這些代號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但他們內部稱 就是 Ons 而Game X 第十世代的Game 內部 就是代號 Gaia 不知道這個Gaia 會不會跟這個 希臘神話的故事有關 還是 這個地圖的圓形 會用這個希臘 在流出的情報部分 還有一份 名為叫MMO Test 的文件夾 當時 疑似 說這個 是Pokemon的MMO遊戲 這個遊戲 由GF 和ILCA 共同開發 ILCA 就是曾經開發過 精燦珍珠的開發箱 後來這個情報 改口說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隻MMO 而是一隻多人遊戲 玩法就類似那隻 油漆的大戰 但我相信應該不會是 不知道是什麼玩法 而GF最新的作品 Pokemon ZA已經完成了一個內部的測試 亦都有一些Hacker 其實已經說他已經玩完 覺得很好玩 不過就不會說 流出給大家去玩 Pokemon ZA的新作 會包含新的Mega進化精靈 包括捷拉奧拉 以及 Essection 機界易得 第10代的新作主題 在群島當中探索賭序 如果我沒有猜錯地方的話 新作將會以希臘的愛琴海為圓形開發 探索圍繞著愛琴海的各個賭序 來進行故事劇情 這隻第10代的作品 版本名分別為K和N版本 K版本是什麼意思呢? K就是等於Kase Kase就是這個日文 日文的意思就是風 風的意思 而N的話就是Lami Lami的日文意思就是解波浪 也代表著海 那下面那些不知道是不是神獸 以下就會做一些猜測 以及一些解讀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K字頭和N字頭 其實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些角色 K字頭那隻叫做黑洛洛斯 N字頭那隻就是獵游斯 兩隻都是希臘神話的神 K就是天空之神 而N就是海神 還有一隻就是Gaia 就是大地之神 而大地之神就是他們兩位母親 所以今次的神獸愛卯 有機會參考了希臘神話角色的外形 今次也洩漏了第24個Pokemon的電影劇場版 據說這個電影由2021年已經開始一直在開發 不過開發的過程當中並不是太順利 劇事的地區是關東 只有最初一百五十隻精靈會出現 整個劇情會圍繞著夢夢來進行 電影就是由正野孔文來監督 暫時就沒有更多電影的詳細了 而今次的洩漏都有另一個電影的消息 就是大偵探比加超的電影續集 由2021年已經一直在開發 有沒有取消到也不知道 而另外也有一個全新的原創電視動畫 一共是12集 每集是21分鐘 由Studio Color Do製作 他曾經製作過破曉之翼 以及其他Pokemon類型的短片動畫 最後也有一個消息就是製作Pokemon & Netflix的真人數 第一季有8集 除了知道他最多只會做5季之外 暫時就沒有更多詳細的消息 以上就是流出的部分是一些情報 等於有更多的情報就會更新 感謝各位收看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對這個情報的一些感受 好了